臭小子又買玩具? 家裡沒位了,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 Channel 再按一下小鈴鐺,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啦,我們現在開始這次影片 這次這條影片就是開箱片 開的鈴鐺眼前這個啦 英雄勇將的超人蒂拿強壯型態 真的要拍手 因為蒂拿的三款型態 閃光奇蹟和強壯都終於出齊了 等下我都可以很成功給大家一次個看到 因為以往那些玩具我通常都會放在迷你倉 但蒂拿這三款型態都是最近推出的東西 所以都還在我家 稍後就可以一次個展示給大家看 好啦,簡單講一下這隻玩具 其實這次英雄勇將,它的主題名叫做這樣的 英雄勇將超人蒂拿,紅色大地的力量就全兩種 不知為何突然又叫做紅色大地 然後兩種顏色 第一種就是一般顏色 第二種就是夜戰顏色 夜戰顏色相對來說是沉色一點 我自己來說我自己就沒什麼興趣 所以就沒買到 今次只開這隻 但相對來說有些師兄說 喜歡玩玩具是砌場景的 例如之前英雄勇將出過超人蒂拿 The First的形態 那時候前傳作品裡面 蒂拿和蒂拿合作的時候 去打火山怪鳥 打蟲蟲在夜戰 如果想重現的話 當然要買一個夜戰版會比較好些 只不過我不需要買這個意思 就是這樣 現在看看包裝盒 那你會見到 他眼前很精神 超人蒂拿 強壯形態的樣子 好過死大隻 這個中宣浩義的體格 真是不得了 然後就是他這些位置 那些皮套的線條都做出來 看見都流了口水 下隔離就是這樣 然後後面就是特寫位 其實蒂拿我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不同的形態 他這個靈角形都會轉第二種顏色 那紅色這個又特別帥仔 感覺上 所以他很喜歡蒂拿 蒂拿也是其中一個 很喜歡的超人 然後旁邊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你會見到下面又是有這行字 又是說這個叫做圓形製作 杜相遜行 他就是圓形製作師 主要就是出一些超人怪獸的figure的圓形 主要就是參加過的作品就是 英雄龍將 HDM創作系列 以及大怪獸系列 但是我記憶中 以往這段仔介紹是更大一點的 舉了一些例子 但是這次縮短了就不知為何了 那好啦事不宜遲了 立即開來看看 好啦那現在拆開了包裝盒了 哇這次好抵讚 不用砌 成績 盯好了 沒有了那些狠位就好 然後你就這樣看 洞在那裡 只站在那裡已經很有型 那簡單說一下 本體 以及有腳膠 暫時不用腳膠都ok的 但是剛才我站的時候 都站了幾下 立即說立即跌了 那剛才我擺的時候 只要擺一陣子 就適合的角度位才能站穩 但是擺久了也有機會跌下來的 雖然來說 這次的腳膠是必須的 我覺得 至於腳膠怎麼擺呢 讓我看看 腳膠就是擺前腳的 前面腳這樣擺 這樣動在那裡 那現在就開始看仔細的位置 就這樣遠看 其實成績都很完美的 因為中村浩義的體格 都做得出來 很大隻仔 那現在就拿近一點看看 那先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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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打一下燈 那你會見到 它的頭呢 都做得挺帥仔的 也都沒有畫些什麼花 我這隻 還有啊 我現在是單手拿著公仔 再單手拿著這盞燈去射著它 那所以來說呢 拿起來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所以就單手去解說給大家聽 就請見諒了 那你會見到 第二啦 其實成績都很漂亮 紅色零角形位 它都做得很好 然後就看看胸口 那胸口呢 就要對一下對焦先 那胸口來說呢 都能量燈是帥仔的 這裡旁邊呢 那些皮套的線條啊 這條直線呢 它都有做出來的 那都成績都挺漂亮的 而且呢 都做到一個大波波的感覺 哇 真是不得了啊 然後呢 就看看上面的肩膀位 那肩膀位來說呢 這個位 右手邊這個格拉底位呢 就有少少的粒色啊 這樣啦 但都無雙大雅的 都不是太過明顯 旁邊的手呢 就這樣 還有英雄勇將最正呢 經常都說的啦 就是皮套的摺痕位 無論是左手啊 右手啊 腳位這些位呢 都做得很帥仔的 有這些痕位啦 真是不錯不錯啊 然後呢 就是腳啦 那因為呢 低拿的強壯型態呢 相對地的顏色呢 就比較簡單一點啦 那但有時候對於我來說呢 我覺得簡單就是美啊 那就不需要太多花巧的東西 我覺得這樣是挺帥仔的 那當然啦 Dagger也有Dagger的好的 Dagger強壯型態的時候呢 單邊有那個金色的盔甲呢 又是另一種的美來的 那但是這一種的簡單就是美呢 就是我比較上再喜歡多一點的東西來的 腳底就是這樣啦 什麼都沒有的 那然後看看後面啦 那後面來說呢 就更加很明顯看到一些皮套的線條位啦 這些線條啦 這些位啦 都有做出來的 那然後呢 今次這隻是Made in China的 那這裏在大腿位啊 那後面這裏的摺痕位也有做到齊了 整隻都不錯不錯的 那這樣啦 那現在呢 就試試配合其他英雄勇將來玩一下吧 嘩 你看看三隻Dagger放在一起 真是整件事帥仔幾多啊 那本身呢 因為閃光和奇蹟型態呢 它是蹲得比較低一點的 而強壯型態呢 就站得比較高一點啦 那所以呢 就特顯得它比較高的 那但是現在這樣放的話 都還好啊 那但是當這個閃光放在正中間的話呢 那整件事就會 不同了一點 那個味道上 因為它呢 就真的比較高一點的 哎唷喂喂喂 它的腳膠又是 不是太吸得緊的 那隻腳呢 撞到一點點就會掉下來 那你就會看到是這樣啦 上面高斜下來 再斜下去這樣 那所以又差一點點 如果三隻放在正面的話呢 就是這樣了 那你會更加明顯的 那你會看到 那所以來講呢 可能呢 可能反過來啦 強壯放在正中間 然後之後 之後它們兩個 這樣放在旁邊 那都OK的 嘩 帥仔帥仔 那接下來呢 就是迪嘉和蒂娜 哇 兩個紅色力量的代表 這樣站在一起 整件事都挺帥仔 那一邊呢 就是力量型態 那一邊呢 就是強壯型態來的 那其實兩個呢 都是中村浩爾 都有份去做這個皮套的 所以其實看格上呢 都理應是差不多啦 那接著之後 這樣放的話呢 整件事都很帥仔 那很可惜啦 在電視劇裡面 就沒有出現過這個畫面啦 帝拿的電影 都沒有這樣出現過的 真的太可惜了 那但如果可以做到 兩個這樣同場的戰鬥呢 都真的挺特別的 那就可以這樣啦 不過兩個就很少可以這樣的 那就反過來 這樣 當這個帝拿的故事裡面 就應該這樣放會比較好 那因為帝拿是主角嘛 這樣放啦 那如果是迪嘉的話 就可以這樣啦 哇 好帥仔啊 啊 還有一件事很可惜啦 因為街亞的SV型態 我就已經放在迷你倉 所以就沒有這個SV 放到出來 那就只有迪嘉和帝拿 那就是這樣啦 那就這樣啦 話那麼快就去到最後啦 那其實這次這隻 強壯型態的超人帝拿 我覺得是很棒的 那因為本身我自己私人來 很喜歡帝拿就加了分啦 那再者就是這隻 一隻東西都盯好了就不用自己砌 連那些狠位都沒有那麼明顯 那更加好的 那還有本身呢 始終強壯形態呢 都不要說只是強壯形態 你這樣三個形態 擺出來 Display呢 整件事就更加加分啦 那但是現今的玩具系列呢 沒有什麼幾多個是會一次過出三款的帝拿 你數一下啦 我都 我的腦海裡面 突然之間都出不到哪一個系列有 那SHF就沒有啦 之後扭蛋就更加沒有啦 只有以前那些有啦 那就不要計以前啦 因為始終現在的人 入手以前的東西就很難的嘛 那所以近年 或者近期一些的新的玩具系列裡面 能夠做到三個形態都有齊齊的話呢 真是英雄勇將而已喔 那還有英雄勇將本身的質素都保持得好嘛 那所以來講呢 真的要買的 我覺得 那三隻擺在一起就真的不得了的 那就是這樣啦 那最後呢 就講一下小小新的東西啦 那其實呢 整這條影片的時候呢 這個會員制就未開始啦 但是這條影片出街的時候呢 這個會員制就已經開始了啦 那所以都簡單講小小啦 那來現在這個馬高斯Channel呢 因為過了一萬訂閱啦 而且呢 也是七周年啦 那所以來講呢 終於開了這個會員制了 那就是總共有五個級數給大家去選擇啦 那當然啦 其實課不課都真的沒什麼所謂的 也都不是太強迫的東西來的 那只不過是看你們會不會有興趣支持一下 那樣的而已 課還是不課都是大家的決定 那當然啦 不課金都沒什麼所謂的 最重要就是課Like 課Like真的很重要 那就算真的課金都好呢 其實都不用課很多錢的 你真的平時五元十元 我都覺得很大的幫助來的啦 假設例如有十個人 一百個人 肯付五元的話 整件事都真的舒服很多的 做起事上來 成本上面都可以更加Smooth 那就是這樣啦 那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裡啦 拜拜 拜拜